你一定有这样的经验 走在沙滩上 海水从脚边轻轻地划过 坐在海边 静静地享受海洋的洗礼 弯下腰 就可以发掘海洋生物的惊奇 海岛台湾 海岸线长达1600多公里 有美丽的沙滩 广阔的潮渐地 还有丰富的珊瑚礁地形 曾几何时 有三分之二的自然海岸 已经被人工结构物所取代 在人定胜天的背后 要面对的却是国土流失 海岸倒退的危机 我们将从北到南 为消失的海岸线 做一次最后的巡礼 从北台湾出发 我们来到东北角 这时河北渔岗正在进行抽杀工程 为了拯救这座荒废十多年的渔岗 从今年四月底开始 台北县政府与东北角风景区管理处 年寿动用近千万的预算 拆除北侧的防波堤 并且陆续将河北渔岗内的渔沙 抽回近沙湾海岸 这些耗石耗资的作为 只为了弥补当年错误的政策 我们都知道以前 近沙湾海水渔岗非常有名 但是因为旁边新建了一个码头 它没有评估到整个潮流的关系 所以也是产生了土地效应 所以现在近沙湾已经没有沙了 那这就是一个破坏的实力 民国83年河美渔岗扩建 防波堤往外延伸 近沙湾的沙子就逐渐随着海流 飘进了港内 港口还没有正式启用 渔沙却已经堆得比 渤船的码头还要高 建一个废港又毁掉一个沙滩 四千多万的港湾工程 完全败给这一粒粒的小沙子 渔岗变成沙港 沙滩变成石头滩 这个许多人不忍在提起的老笑话 终于在十多年后的今天 勇敢面对 现在金沙湾的沙滩上 满是细水的游客 河美渔岗也将正式启用 不过这一次人民的喜悍前 会不会又白发了呢 还有待大自然的检验 离开河美渔岗我们往西海岸前进 首先来到了新竹南辽渔岗 船航行在港口内 方眼望去 白鲁丝在泥潭地上觅食兮兮 有些地方的渔沙竟然堆得比堤防还要高 很难想象这里是港口 继续往前航行 前方竟然还有两艘渔船 就搁浅在港口的中央 现在这检验就是 它算外地检验嘛 还不知道我们这里的航道位置嘛 所以说它开在航道的边坡 范围外 开在范围外 所以现在是退潮 它就搁浅了 仔细一看 这两艘等候帐潮才能航行的渔船 上面写着名铺鱼的字样 船上还有大陆渔民 原来这是被海巡署查契 越界捕移的大陆渔船 想不到最后竟然被困在港口中央 究竟南流渔港这些荒谬的现象 是如何造成的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沙 它原来的沙源是从 我们这个港的北侧 有一个头前溪 然后因为它那边 头前溪是位于这个港的北方嘛 然后受这个东北季风的影响 将它吹往这个港 然后越过这个防风体啊 然后直接就是落在这个航道上面 然后像这种行程啊 只要一两个月或是一个季风来 就会造成这个情况 除了风吹沙之外 南流渔港最主要的渔机原因 是因为刚好就位于头前溪河口的下方 顺着海流 沙子就直接溜进了港口 其实海岸工程一旦当初选址出了问题 后果就像一场永无止境的恶梦 没完没了 像现在南流渔港每年总要花上上千万来巨升航道 不过沙子总是来来回回 怎么也抽不完 因为在我们施工期间 这个快一年的时间里面 已经清过快三次了 那像我们上礼拜才清 这个礼拜它又一定会运过来 只要一天的时间 它就会把昨天挖的全部填满 要补的漏洞还不止如此 因为港口堤防拦截了沙源 导致新竹南辽渔港的南侧 海岸侵蚀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为了留住沙子 各式的工法纷纷出炉 在每一项错误之后 往往只能以新工程来补救工程 不过有时候却是越补越大洞 位于嘉义的郝美辽海岸 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走进豪美辽的沙滩 宛如走入木麻坊的坟场 守护海岸的军事碉堡 成为岌岌可危的海中堡垒 过去沿着海岸年年数公里 宽度广达600公尺以上的绿色长城 现在几乎消失殆尽 我现在站的位置也都是一些木麻坊 后来就因为要建堤堡的关系 就通通砍掉 然后里面的树砍掉 外面的树因为沙滩的流失 也慢慢被侵蚀掉 那前面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可以看到海水灌进来了 灌进来之后就跑不出去 所以水都变成黑色了 面对不断退缩的海岸线 县府花费三亿五千万元 在豪美辽自然保护区的沙轴上 逐起一座畅达三公里的堤坊 与效波块 建堤坊到底是建还是不建 如果说好 我们现在说堤坊不好 我们不建 那不建的话 这个海水我们很容易可以看到 它马上就放过来 这些移温都不保了 我们还是要建 可是它的问题的增结 并不在它见不见的这个部分 应该是我们原来的 整个离岸沙洲 我们的天然屏障 为什么会不见了 为什么会流失这么严重 能不能阻止这样的情况 继续发生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为什么不去做 航美辽海岸侵蚀的原因 主要也是不带港 拦截沙源的影响 其实港口渔机 海岸侵蚀 是全台湾各地普遍存在的现象 因为大大小小的渔港 商港 军港 一共有259座 平均下来 我们的海岸 每6公里就有一座港口 港口密集的程度 可以说是世界第一 原本西部海岸的先天特性是渔机 但是因为河川整治 水库新建 海岸开发 让输砂量减少 导致台湾本岛越来越销售 初步估计 目前除了桃园地区之外 大部分的海岸线都属于侵蚀海岸 而流失的海岸国土 已经超过半个台北市 为了保卫国土 之后来个硬碰硬 民国60年以后的海岸保护 大概都偏向是一种赋凝土工 赋凝土的海梯 然后那个拨角 就用这种所谓的 这个小破块来保护这个拨角 那么所以这几十年 这个将近20年来 大概海梯的保护 主要是用这种工划 他们大概也花了将近 40到50亿的金费 沿着海岸线走 处处可以见到高高的堤防 与各式各样的小破块 来到高雄县的鹅阿寮 小渔村旁边的道路 小破块堆得比路面还要高 鹅阿寮是著名的前坑 目前水利署已经在鹅阿寮海岸 放置了六万多个小破块 这一片用两亿多元堆出来的 黄金海岸 就像一个小破块的战事场 最底下的这一种型 差不多将近有一二十年的历史 再过来 有六角形的 像那种六角形的 最近差不多十年前了 来第三种 在上面这个 就是差不多有最近五六年前的 再上来就是一两年前制造的 当波浪的力量无法自然舒缓 直接冲撞水泥护岸之后 海岸就被越刷越深 牵食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于是小破块也越丢越多 建岗牵食堆小破块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 我们似乎并没有学到教训 反而是越挫越勇 现在就连离岛 蓝宇都无法逃离魔掌 在地方政府的争取下 中央政府从离岛建设基金中 拨出两千多万元 进行廊岛渔港扩建工程 第一期工程已经完工 第二期工程正准备加紧赶工 但是耗资数千万元的工程 在施工之前 并没有跟当地居民沟通 眼看着水泥工程 将阻挡传统亚美洲的进出 地方人士与居民 才开始站出来喊停 那个传统的港澳那个湾澳 过去就是我们的船只进出的地方 如果这个港澳做好了之后 那么当大浪来 把这个传统的港澳给弄坏了 我们老人家或是我们用传统船只 进出的地方哪里去的 那老人家也担心说 如果现在港澳没有做好 就像上次的凸体 把黄泊体做出去了 台风来了 这些小波块落在港澳的前面 假设政府用没有钱去修复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这个港也废掉了 其实在两年前 兰宇美丽的野油湾 也曾经预计放置销波块 来防止海岸侵蚀 工程进行到一半 被居民挡了下来 不过野油湾已经被无情的开场破度 最讽刺的是 去年政府刚选定示范点 花费七千多万元 要重新恢复自然海岸 但是在台湾各地 新的开发 新的建设 新的破坏 仍持续不断的进行 未来兰宇的珊瑚礁海岸 是否将步上台湾的后城 渐渐被销波块所取代 如果从神话故事来讲 珊瑚礁是不可以去随便拿起的 只要去拿起珊瑚礁 老人家说是会有风浪来的 也就是珊瑚礁都是我们在保护的 一个很重要的传统观念里头 那我们为什么要刻意的 去把珊瑚礁给挖掉 然后再用小波块去挡住它 然后这种挡住不只是挡住了一个 我们看不见的视野 像传统的船只要进来的时候 他们唱着丰收的歌 满载的歌回来的时候 我们看不到它 那种高兴的样子 绕行台湾的海岸 我们看到了很多美丽的海湾 盖了鱼港 也看到了洁白稀有的沙滩 被放上小波块或盖了水泥堤防 海洋台湾的子民 就犹如被禁锢的岛民 与海隔绝 面对千疮百孔的海岸线 是否该重新检讨 台湾的海岸政策 别让不当的海岸工程 阻断海洋文化的延续 海洋屏一层线 海洋看出海岸的海岸 南兴 号車 海洋 水泥堤防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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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